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中有一家开了快要30年的活虾餐厅 多年以来专卖泰国虾料理 而且特别选用新鲜的泰国母虾 做成了招牌的胡椒虾 不仅仅入味 每一只虾几乎剥开都有满满的虾黄 肉质吃起来紧实又弹牙 另外香气喷发的蒜头虾 虾肉甜 汤头鲜 几乎是啄啄必点 还有这道活虾上桌的鸳鸯系虾锅 把新鲜的泰国虾直接入锅顺煮 就能品尝到最鲜甜的美味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这间店 那还不错 因为这虾子 我第一次吃到虾膏这么多的虾子这样 然后肉质也蛮弹 蛮弹牙的 然后虾子也蛮新鲜的 所以很好剥口这样 还蛮大只的 还蛮大只的 对 就比一般买到的那种冷冻的 薄薄的 没什么肉的比起来 就是好吃很多 三母好友休休聚餐 台中这家活虾餐厅 不管是招牌的胡椒虾 麻油虾还是蒜头虾 道道都很虾 尤其是这个鸳鸯系虾锅 不仅虾子个头大 涮起来的新甜度也是一绝 特别受到客人欢迎 因为它本身都是活体上桌 所以的话它也比外面一般卖的 还要新鲜 那吃起来的口感的话 其实也是蛮Q弹的 那整体而言的话 算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口味 就是要够气才敢钻上桌 第二代年轻老板赖一堂 承起家父的活虾理念 坚持一定要用活的泰国虾 泰国虾的供应 大概都是从屏龙上 所以他们每天都会有那个 水产车专业配送的 然后往各地配 所以我们也是每一天 都会进新的虾子 每一天都是像火水一样 新的虾子进来 那我们虾子都是最新鲜的 不是说有要冷冻 我们还要干嘛的 对不起 一大平活虾落下 迅速在水上串游 只剩烂一趟眼神专注 盯着活步慢跳的虾 因为它得确保每只虾子 都是活的 大概规定是15分钟 是20分钟要学一次虾 因为这个虾子它在这边 我们需要维持它的活力 不只要活虾 还要指令红头母虾 因为有满满的虾膏 撑起来才够鲜甜 比如说我现在抓这一只 它就很明显 它就是很黄的黄色 它这个就是你煮熟 一定就是有一块虾膏在这边 页眼就能分辨出母虾 赖一堂懂得不止如此 它还传承了爸爸的好手艺 像是令人顺指的招牌土焦虾 要以旺做焖烧 搭上白胡椒粉后 再加入米酒去腥 一定要不停搅拌它 就是在它的可能配料 变浓稠的时候 我们要不停搅拌它 让它附着在下身上面 不停搅拌 再利用热胀冷桌的原理 先将米酒烧到收干 转大火 把粘在旺底的胡椒刮起来 再转小火烘到干 才能让香气更加浓郁 一掀开盖子 浓厚的胡椒香立刻窜进鼻腔 虾壳沾满胡椒粉 里头的虾肉又脆又弹 每一口都充满咸气 第一口你就可以去闻到 它那个胡椒浓浓的香味 那它也整个有浸到 整个虾体里面去 所以整只虾子吃起来的话 整个的感觉算是蛮棒的 料理的变化可不止胡椒虾而已 这道麻油虾深受客人青睐 因为选用的麻油很讲重 虽然大内乡的麻油 它的价格是最高的 但是它的品质是最稳定的 而且香气是最够的 麻油偏出老姜的辛辣 空气中弥漫着暖呼呼的香气 这是民国78年赖一堂的爸爸 当年开吊虾场时 採作客人心的首屋派之一 人家说那个时候就是代客料理 吊虾场的模式它就是吊虾 你吊来我帮你做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多客人 钓不到虾 但是他需要吃虾 那就干脆我们帮他做 那后面就变成他发现 这个需求越来越多 才转做成料理这样子 从客人的需求中受到商机 于是从钓虾场 转型成火虾餐厅 靠着航口碑一路经营到今天 父亲当年打下的好基业 着实稳固 如今换二代接班 那一趟难免有压力 那在旧的东西跟新的东西之间的改变 我觉得这是最最挣扎 你说跟爸爸的想法有什么 对跟爸爸的想法 或者是说原本就在这边很久的老同仁 同仁们就是以前可能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 但是突然我们变成同事 那这个热心态的转换 跟他们共事的一些拿捏分寸这些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不能正己便能证人 于是赖一堂趁念大学时 就先来爸爸的店从头学起 现在连料理也难不倒他 虾子在闷热的锅中渐渐变红 而迷人的麻油香也慢慢地 微入鲜甜的虾肉里 橘红油亮的泰国虾 每只虾肉都吸饱了麻油和酒香 舀起来紧实又Q弹 麻油汤汁更令人暖意十足 因为本身也是活虾的 所以整个的肉质 不管是用煮的还是用闷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Q弹 那水分的话也是很足够的 爆香蒜末嗆出西香滋味 赖一堂云以为长大后 就能脱离这股味道 没想到意外的插曲 会改变他人生的方向 其实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 要在家里工作 但因为就是我哥哥的状况 他就是突然就出车祸 那时候我还在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还没有很有概念 但是那时候心里就是 大概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本来可能是哥哥要接班 可是他就这样子 我可能势必要担下一些责任 落在肩膀上的担子并不清 赖一堂唯有将对命运的所感所知 都闷成了这道呛辣心肝的蒜头虾 个头大大的虾子沾满蒜泥 肉质鲜美多汁 还有一整颗炖透的大蒜头 虾汤里蕴含了浓厚的蒜头香 混合蒜末蒜泥一起送入嘴里 还能拒绝到迷人的颗粒口感 它的蒜头其实就很入味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它的虾的那个肉质也很新鲜 然后嚼劲也很好 穿梭在餐厅各处 也不轻易喊辛苦 只因为爸爸的餐厅 需要有人来守护 赖一堂年纪轻轻 大学毕业后 就毅然决然继承家业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根源 都还是家人 很多事情的出发点 我觉得都是家人 比如说可能 我爸爸想要赚多一点钱 他可能是为了让家人 过更好的生活 一切根源始于家 这个家紧紧吸着赖一堂的孝心 哥哥的手扑着情 还有父亲的期望 今后要如何能让老店 在传统中求创新 将会是一大挑战 在高雄有一家蛤蜊锅吃到饱的餐厅 招牌1.2公斤的蛤蜊锅 一锅能够让四到五个人一起分享 蛤蜊吃完还能够续加 不仅一整锅吃下来分量十足 蛤蜊每一颗都硕大肥美 而且鲜嫩多汁 除了原味锅之外 特殊口味的马沙曼哈锅 同样也是高人气 红通通的汤头 喝起来有淡淡的咖喱香气 搭配虾肉吃起来鲜辣美味 也因为蛤蜊锅吃到饱 在高雄并不多见 所以先以好多的蛤蜊控朝胜尝鲜 我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满满的蛤蜊锅 然后我就有点吓到 我想说可以这种吃法 这个量大概好像有到差不多 一千两百克1.2公斤 这样很好就是 我等于就是直接来这里 先喝蛤蜊精这样子 客人暖胃的元气精力汤 1.2公斤蛤蜊锅吃到饱 鲜梅蛤蜊一颗颗百花齐放 为了韬客舌尖赴汤到火 在热汤烧出浓醇鲜香 是不少食客心中的重量级美味 就是它刚端上来 就是那个份量真的很夸张 就是我想说我们怎么可能吃得完 我们秋冬旺季一天大概会用掉 300斤蛤蜊 一天大概可以卖出150锅左右 高雄名列前茅的蛤蜊锅 年轻老板陈多忠 从澳门引进俗称 普普锅的蛤蜊锅吃法 只是蛤蜊外壳含有微量重金属 想吃的心安 就要洗过冲过才能煮锅 因为蛤蜊的外壳煮下去之外 会有蛮多重金属的成分跑出来 这个算是产销的履历验证 算是这个产地 它是良好的农产业 我觉得有这个算是对客人的一个保障 做事归毛的陈多忠 凡是以客人为出发 蛤蜊锅 汤头 喝来要鲜甜不死咸 汤底就要有固定班底 蔬菜和大骨 还要额外加入高雄鳳山甘蔗 才会清甜 市面上很多高汤都是属于加鸡粉 所以它会比较鲜甜 可是我们想说用蔬果类的东西 去取代这个化学的东西这样子 用料尽量舍去食品添加 陈多忠拿出诚意 要客人吃出它的心意 每一锅都要求重量1200克以上 只是要把1.2公斤蛤蜊 通通拿去做蛤蜊汤 味道偏重 很多人无法接受 所以爆香就成了破解秘方 因为我去澳门吃过它们的口味 也是一样会有葱 蒜 然后包含辣椒都是有爆香过 那再加入蛤蜊下去爆香 之后让这些辛香料的味道 融合在蛤蜊里面 重量级的蛤蜊锅 满坑满谷的鲜美蛤蜊 每一颗都开好开满 飘出诱人鲜味 蛤蜊营养价值高 是补生的抢手好料 口感软嫩鲜美 成本自然要价不菲 要是克上一整锅 岂不让人笑嘱颜开 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的蛤蜊 还蛮夸张的 就是你几天的分量 这个应该是一个月都超过吧 我觉得它的肉 其实都还蛮新鲜的 跟一般那种冷冻出来的 口感是不太一样 而且它还可以就是加那个 花枝 蒜花枝 Q-time的花枝 因为花枝它一定有一个条件 就是它要很快熟 然后老起来要很脆 然后它就是吃起来